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毛等长大了 再把小明换成大明 不过这些小明嘛 有相当比例最后都跟着主人一辈子 而主人真实的大明 叫顺口了 归才记得住你大明叫啥 古代人热衷取贱名 取贱名这个习惯 真的是古一有之 而且从民间到皇家都是这习惯 不信 你看鸡黑豚 鸡黑贝 鸡黑公 鸡黑奸 未抽 抽 未炒书 孙宾 刘肥 刘志 陈希 新铁柱 鸡无命光看姓氏 估计大家也能猜出来 这都不是一般人 这里面所有姓鸡的都是周王氏的后裔 其中鸡黑豚正是金门宫的儿子 而这个奇葩名字据说是来源于其出生时的生理特征 屁股上的黑质 展开全门桶里 老鸡家的黑北 黑宫 黑 间也是这么个意思 抛开重灾区的老鸡家 再看别的家 魏抽也就是魏武子 这个抽就是牛船戏的意思 而魏丑夫呢 那就跟我们今天的老魏家的丑蛋是一个意思了 孙宾 就是孙段腿 影视剧中的孙宾形象 即便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刘肥 刘志 陈希 新铁柱也都有来头 刘肥是汉高祖刘邦的大儿子 他的名字就是刘小胖 刘志则是汉武帝刘彻的本名 志是小矣柱 陈希是西汉大将军 而希则是大野柱 至于不需要解释的新铁柱吗 他爹叫新气急 总之 生理特征 家禽家畜 都能信手捏来当名字 古人取名就是这么任性 先秦版的狗圣 而基本都是贵族 中国人取名的讲究不过 越到后来 皇室贵族取名的就越少了 有文化了 取名字就更讲究 也逐渐成了一门很有趣的学问 比如 名字呼应形 曲缘 名评字缘 而平和缘 原本就是 一个意思 以白字太白 字是名不加强版 影视剧中的曲缘形象 比如平衡形 名要是取得有点过头了 就用字补回来 含玉字退之 欲有超过 胜过的意思 而退之则是谦逊退让的意思 这种取名方式就是 名字太超越 表字拉回来 一进一退之间 就成了中庸之道 还有 排行法 这种方法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大毛 二毛 三毛 但是古人比较含蓄 用的是 伯 仲 书 记 刘邦本名刘记 就是刘小四的意思 孔子字仲尼 也是因为 他在孔家排行老二 最有代表性的是 孙权家和司马家 老孙家 老大孙策字伯福 老二孙权字仲谋 老三孙义字书弼 老四孙匡字记作 司马家则是 巴达 司马朗字伯达 司马义字仲达 司马福字书达 司马奎字记达 司马寻字显达 司马晋字会达 司马通字雅达 司马敏字诱达 影视剧中的司马义父子形象词 外 还有一种高逼格的命名法 走哲学路线的五行命名法 以这种方法取名的人 要不是文化人 要不就是达官皇族 因为这种方法一般情况下 取五行互补之一 把五行取名说 用到极致的 则是一代帝王 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自己的原名 叫朱仲吧 而其实他一家字的名字都是土吊渣 朱元璋爷爷叫朱初一 老爹叫朱五四 三个哥哥则分别叫朱仲四 朱仲六 朱仲七 当然 之所以取这些土吊渣的名字 主要是因为元朝不允许庶民取名字 余悦在春代堂随笔 元智 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 而以杭帝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 快被涉土吊渣的名字叫枯了的朱元璋 当了皇帝之后 果断出敌反弹 以后老朱家都得用逼格最高的哲学命名法 具体来说 就是老朱家的子孙 必须必须遵循五行相生的原则 要按照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等 规律一直循环下去 除了毕德高 老朱家还要求直系子孙的名字还不能重复 但大家都知道 老朱家人口那不是一般的多 后来 五行偏旁的常用字实在不够用 最后只好转向生辟字 甚至自己下编字 比如 朱慎雷 朱同尼 朱弥格 朱成爬 最后居然形成了一张元素周期表 现代人的取名生意不得不说 取名字这是 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件大事 不怕生错命 就怕取错名 到了现代 尤其如此 比如我们熟知的演艺圈 很多明星通常都有一名 成龙原名陈岗生 刘德华原名刘芙荣 不老女神杨玉莹原名杨岗帝 是与小仙肉的一封本来叫李鹤 满满的路 人敢换个名字 感觉明星们的气质也不一样了 再比如商业圈和创业圈 取得好名字 也能赚流量 吸粉丝 口腔医院往往都叫X儿 简单回忆一下 随处可见就有瑞尔 维尔 艾美尔 爱尔 诺尔 义尔 如果是想进军律师界 财快界 取年X正就保准没错 比如 正天 天正 义正 光正这种名字 看着就有一种买不了实亏 买不了上当的感觉 公平公正不靠它靠谁 而很多创业类洗衣液 无论科研类还是商务类 经常都叫X创 或者X科 比如 创美 科创 英创 伪创 英科 新科 光明字 看着就有一股生猛而高冷的架势 如果是跟前亲密接触 玩的是金融 那公司名字里代保 好 财 亨 金 网 发 福 成等字 比如 真容宝 懒财柱 懒财网 旺旺理财 陆金锁 有金锁当然了 这几年互联网金融市场比较乱 很多不行正道的最后都进了 派出锁 取名这事 如此专业 以至于有些朋友 对此真的是 数页有装供 比如取名网站 输入生辰八字 父母姓名 然后捏起兰花纸 点一下付费 咣当 就会诞生出一个宝宝名字来了 而这名字 不管是京市亥俗 还是朗朗上口 网站一般都会告诉你 这是最适合你家娃的名字 拿走不屑 收费嘛 幅度很大 从个位数到五位数都有 妥妥的商机 这其中的佼佼者 要属香港取名大师李居明 香港的生意人基本都会找他取名 甚至被媒体戏称为五一风水佬 不过 这行当的祖师爷 是一个叫熊奇建峰的日本人 他在1929年开发了一套三财五个启明法 之所以开发出这个宝贝 其实也跟熊奇本人的人生际遇有关 他的亲儿接连丧命 熊奇认为 这都是他自个 儿的名字太上所导致 所以斯肯洪范黄吉 专攻姓明学 最终形成了三财五个启明法 这是一套根据姓氏笔画来推断熊奇的算法 而这算法很容易被编成 前面提到的取名网站 绝大多数都是基于这套理论 咱国内随处可见的周易取名 算命取名 大师启明等等 其理论核心也是红泛黄吉 当然 小伙伴们也不要过分迷信网上的姓名算法 毕竟朱鲁李诗民 刘邦 朱元璋 赵匡敬 嬴政之类的牛人姓名 评分结果也只有七十上下 而朱刚死 张二狗 刘神经之类的二缺名字 大分 则高达九十分以上 想要个好名字 也可以去传统文化里找找灵感 男处词 女诗经 文伦语 五周易 林徽因的名字 就出自大雅文王之时之思齐 梁思成的名字出自宋商宋 王国为的名字 出自大雅文王之时 王国克省 为周之真 周兴驰 源自王伯的腾王阁序中的雄州物列 俊采兴驰 莫文卫 他的名字出自已经 格挂 君子道辩 齐文卫也 陈道明的名字 取自《道德经》的开篇第一句道 可道 非常道 明 可明 非常明 取得好名字 多半是图个好乐意 好彩头 或者一亏所谓的天地和命运 但如果齐身不正 齐行不端 或者想靠名字躺平的 好名字也难以改变命运 所谓三分明注定 七分靠打拼 真正的成功者 绝不会躺在好名字的光环下打断 反之 往往正是这些人自身的成功 让后人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今日话题足语有云 建名好雅伙 就连帝王都起了一些难以启齿的小名 老一辈人通常信奉 取一个不太好听的小名 会让孩子健康成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